鎖定東森新聞 我是陳志涵 廉價才開始第一天 竟然出現了嚴重災情 目前地震的最新的搜救訊息 馬上臨線記者 賴碧香 好久不見 我們就在永大路的南側 透過空拍鏡頭 可以看到現場 這個三棟住戶 其中中間這一棟 狀況真的是相當慘 因為整個建築物都已經倒塌了 而其實市長賴清德 也來到現場來查看 我們來聽一段稍早訪問 目前因為看到這個大樓 後洞倒塌的時候 壓到前洞 在這種狀況之下 在碰擊的部分 一定會造成傷亡 這部分的救災會比較困難 另外中庭的部分 因為一般的機械也比較困難 所以目前有要求空中救援 好的可以聽到 市長賴清德也提到 這一次的救援 真的有它的困難度 而且這死傷 目前都難以統計 目前還出動了空中救援 主要就是因為 可以看到現場 即使有出動了這個挖土機 不過地上的所有建築物 全部擠壓成一塊 到底還有沒有生還者 還得透過空中救援 來進一步來查看 看看有沒有生還者來呼救 而且第一時間能夠來通報 來搶救 可以看到現場所有的水泥塊 都已經大大小小碎裂成這一塊了 而可以看到這個現場 都還在極力搜救當中 我們來進一段現場畫面 好的可以看到 其實現場的消防人員 是來徒步來走進了 這一個倒塌的傾斜的建築物當中 不放棄任何一個希望 而現場其實可以看到 因為所有建築物都已經扭曲 擠壓變形 而原本地上有16層樓高 目前目前目前都已經 只剩下5層樓高 所有建築物都擠壓變形 所以除了空勤隊來 在上面來協助救護 來看看有沒有生還者之外 這地上就是透過這個 相關的這個消防人員 還有出動挖土機 希望能夠在第一時間 搬開這個種的水泥塊 來第一時間來救出生還者 以上是委員掌握的 詳細情形主播